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给大家说白化佛法 师父跟大家讲一讲卢士 卢士有十卢士 十个卢士 在佛经上 卢士是什么呢 就是指一切万物真实不变的本性 就是卢 士是什么呢 就是真实不虚妄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卢士如士 就是真实的真实的 不虚妄的不虚妄的 所以在佛经法华经里面曾经讲过 为佛和佛 就是只有佛和佛才能够理解究竟诸法实相 也就是说这个人间的究竟到底的实实在在的 这个真实不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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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不变的诸法实相 只有佛能够理解 所以佛经上就说 所谓诸法 如是相 开始了 如是相是第一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还有就是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圆 如是果 如是报 还有如是 如是本末究竟 本末究竟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一条条谈 本末究竟 就是这个事情从头到底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样一个真实不变的事情呢 所以人家说如是如是 就是古时候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不是假的 如是如是 所以 实如是 就是指 诸法实相 存在的十种必要的条件 所以我们学佛 诸法实相 这个世间实实在在的诸法实相 你有条件的 你如果不是真实的 你如果不是真实的 本性所出来的 不是真实不虚妄的 那你就不一定是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在这个宇宙一切万有 包罗外相 当中必然的真理和规则 就是实实在在的体呀 实实在在在的力呀 实实在在的做呀 实实在在在的 如是因 如是果 我们经常看电影 有很多的居士问高僧大德 师父怎么怎么情况 师父就跟他说 如是因 如是果 实际上就是真实的 存在的因 存在的果 那么师父现在帮你们 实如是 一条一条 开始跟你们分析 就是 真如实相 真如实相 让我们理解佛法的真如实相 所以在实法界当中的 每一界 都有真如实相 那如是相 是什么 顾名思义 那如是相 就是外面显现的形象 说哎呀 这个人 哎呀 看到他 如是相 哦 真的是 你看实实在在 让我看到的 显现出来的一种形象 显现出来的一种 把本相体 就是如是相 如是性 是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 内聚的理性 所以很多人讲 理智 更重要 理性 这个人理解这个世界 他理解了这个世界 他就内聚 他拥有的理性 所以你去看 拥有理性的人 不会跟别人争吵 拥有理性的人 他能够化解 自己心中的烦恼 拥有理性的人 碰到烦恼 就转换 菩提 所以理性 这就叫 如是性 因为我们人本身 就有解决烦恼问题的一种方法 这是你没有去挖掘 第三是 如是体 如是体 如是体是什么呢 万物具有的本质 你说我们 不管什么事情都有本质吧 你比方说 造一座房子 它的本质是什么 砖啊 对不对啊 你说造个大楼 要钢筋啊 要水泥啊 这就是它的本质 如是体 然后呢 如是力 如是力是什么 力量了 因为有你的体 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力量 那么你今天拥有了身体 健壮的身体 你是不是会产生一种 健壮身体所拥有的力量 否则你哪来的力量 因为有体在 接下去是如是做 做什么 人家说作孽啊 作业啊 作孽啊 所以这就是如是做的意思 就是你所造作的 善和恶业 如是做 如是做的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 善恶终有报 做善得善 做恶得恶 你这个业是实实在在的做的 你这个善也是实实在在 是你做的 所以知道了这些 你就知道苦来了 是你自己作孽啊 善来了 享福了 那是你自己的善 如是因就下去 如是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所种的因 你实实在在种下去的 生口意的因 生口意的因 你这个因种下去了 你是不是身体上犯戒了 口业了 你意念当中犯戒了 这些因种下去了 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如是因 接下去如是缘 就是缘 就是另因生果的助缘 因为你种下去的因 它会有成熟的果 然而这个成熟的果 在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有助缘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比方说 夫妻两个人吵架 爸爸在背后讲妈妈不好 妈妈背后讲爸爸不好 这个两个人的恶缘已经重上了 但是孩子呢 他去告诉妈妈 说爸爸在背后讲你 或者儿子呢 在爸爸面前说 妈妈在背后讲你 这个恶缘造成了两个人恶缘的爆发 这个就是助缘 助推他的恶缘成熟 或者助推他的善缘成熟 我们把它翻成正能量 有一个人一直在背后做好事 从来不告诉别人 别人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人告诉大家 你们知道吗 默默无闻 勤勤恳恳的某某某 他一直在做很多的善事 你们所做的事情 都是他默默无闻做的 哎呀 这么好的人 那么大家都对他恭敬 让他做模范 实际上就是助推了他这个缘分 就是叫令因生果的助缘 接下去是如是果 如是果是什么呢 就是由缘催生的果实 催生是什么意思 助长 你比方说 这个果来了 是实实在在来了 这个果来了 是真实不虚的 你只要纵阴 一定会有果出来 你只要骂别人 别人一定会骂你 今天你只要在背后 讲别人坏话 记住了 早点晚点 他会知道 他会不开心 因为你这个缘分种下去 会催生出来这个果报 所以菩萨让我们要懂得这些 你就不会去乱讲话了 所以人家说 你要讲别人不好的时候 你先想想 他会知道吗 如果你知道他会知道 就不要讲 所以佛法界不讲别人不好 不去讲别人短处 多看看自己 第九是如是报 如是报是什么 由因招致的报应 你种下去的因了 会报应吗 想躲都躲不了啊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刚刚出门 你一看 哎呀 下了几滴毛毛雨嘛 然后你一想 哎呀 去拿把伞吧 哎 出的出来了 再回家去拿伞 累不累啊 算了 蹭一蹭吧 走过去也不远 刚刚没走几步 哗 全部下来了 你看看今天 因为你这个懒过的因 招致的你的报应 就是你被淋了全身石头 像这种报应如影随形 你今天眼睛 冲人家一个善意 人家就毁你一个善意 你今天眼睛 冲人家一个恶意 人家就恶狠狠地盯着你 现在小青年 一个寒情默默的眼光 看别人一眼 你就找麻烦了 人家就盯住你了 所以不要去造阴 一定会有果报 第十是如是本末究竟 实际上如是本末究竟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做一个事情 最后是达到怎么样的究竟 最后是怎么样呢 就是明如是相为本 明如是报为末 就告诉你们 最后总归会受报的 你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啊 你们想想看 所以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都要想到 很多孩子毕业之后 找到份工作了 哎呀我找到工作了 好开心啊 你应该知道 你只要进去的一天 就有出来的一天 一个孩子生出来了 哎呀好开心啊 你就要想到 终有一天会离开的 你今天拥有了这个职位了 可能这个职位 终有一天你会离开 这就是如是果 如是因 如是报 一切的一切 它都有一个 我们说的 万物不变 真实不变的 一个真理在 一个本性 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虚假 你都要明白的呀 一个成功的人 他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因为知道 他今天做什么 一定会得什么 行善积德 最后得到 究竟圆满 所以在佛法 实法界当中 有一个叫 实如是 现在大家知道了吗 师父刚刚就把实如是 简单的 跟大家讲了一下 以后你们要懂得 我们修学 如果你能够依照 实如是 去用心 因缘成熟之后 不管 碰到什么缘分 你只要一接触到 你马上就知道 这是善 还是恶 这个事情 一定会有果报 你就 豁然 开悟 你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 人家跟你说 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好了 哎呀 这个是便宜呀 你马上就知道 只要有便宜的 它不一定 完全是好货 就这么简单 你心中有如是 懂得如是因 一定会有如是果 为什么它会便宜呢 总有道理吧 对不对呀 就像人家买房子一样的 他为什么把这房子 卖出来啊 这么便宜啊 你去看了房子了 都很好啊 左右 没不好啊 前后 也没有什么风水不好啊 家里也蛮漂亮啊 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啊 便宜就便宜了 你跳到个大便宜了 买 邻居都不理你 过一段时间 你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邻居才告诉你 隔壁那个是麻风病死掉的 你想想看 哪有没有如是因如是果的 这个世界上 众因得因 众果得果啊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自己愚痴 你不了解呀 你相信这件事情 你只要欲缘 你马上就要 处着 接触的处 着就是 接触到 你要 豁然 开朗 马上就要明白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 修行的人 就是单单学 实如是 就有很多 修行 见性 成佛的人 你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 我们什么都不讲 我们就讲因果 就能成佛呀 因为你知道 种因得因 种果得果 你知道食如是的话 你怎么会去造这种 不好的因啊 如是因如是果呀 对不对呀 你今天 暗算别人一下 你这个因种下去了 别人暗算你是 迟早的事情啊 所以 见性 成佛 你明白了道理 你就可以知道 佛法最重要的 是在自己的 日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 要提得起 关照的 能力 你关照了吗 你看穿事物了吗 你看穿自己的本性了吗 你知道你是一个 什么样的料 你自己知道 你在男女色情方面 过不了 你自己很清楚啊 不要去接触 你知道你在吃的方面 控制不住 你少碰吃的 你今天知道自己在 钱财方面碰不了 你就不要去碰 那么就增加 你这方面的力量 所以 观照 观照 就是时时刻刻 观照 照看好自己的心 不要让他贪嗔 吃慢疑 不要让自己进入五着恶事当中啊 所以 世间法与 出世间法 是一不是二 所以你今天 人成 积佛成 你今天想修出六道也好 你今天再六道当中修也好 实际上都是一个字 修 你今天做人 做得好 和做得不好 都是一个做人 你今天读书 读得好和读得不好 都是一个学习 是一不是二 能学佛的人 就是一法如 一法如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了解这个事物的真实之相 真如实相 就是一切法如 都是真实的根 所以要记住 看问题 要看到本质 所以世间一切皆虚空啊 你能够看到这个事物本质了 你就是一如不二 你就明白了 不管是出世间与世间 都是一如不二 我们要懂得这个世间 不管你修出世还是在世 都是真实的 要用心 有缘分 要懂得一切真实相 理解了才能修出来 不能理解真如实相 你是修不出六道的 所以 师父跟大家讲 要想证得烦恼与菩提不二 你就要好好地了解真如实相 烦恼及菩提啊 是一不是二 生死与涅槃也不二 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看事物要看到它的本质 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 一个人 要迷惑了 迷惑了 不懂了 他就叫在世间 一个人觉了 就是觉悟了 他就是在净土 你今天想通了 你活在天上 你今天想不通了 在痛苦了 你就是活在了世间 所以怎么样 让自己的心 和念头 要干净 所以心 要净 所以师父写了两个字 心就是 佛 土 净 心净就是 佛 土 净 干净的心 你的心中 就是净土啊 就能常住菩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